烤牛胸口 点了功后筋很漂亮 我问服务员功后筋是什么部位 肥肠卷大葱 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都无所谓 之前我来通州拍了宵夜 拍了桂林米粉 好多小伴让我多拍通州的店 我通州的小伴就给我介绍一家他家附近新开的店 吃牛股火锅还有小龙虾 现在虾确实小了 不过他们家卖的也不贵 有点像湖北油闷的口味 他们店里说叫卤虾 可以啊,虾是挺嫩的 58很超值啊我觉得 你们用到哪的虾呀? 用到洪湖的清水小龙虾 洪湖的清水小龙虾 对 如果是夏天虾会不会大一点啊? 我们这种做法的虾它太大了过后就不太能入味 想想它完全入味它会比较老 如果说大虾的话我们有其他的做法 是不是味道挺好的 嗯 就我搅拌吃完 就给我推荐 说卤虾好吃 我想象的好 因为现在这个自己的虾已经不太好了 有些店 有些店 比这个卖的贵的都 用冻香 肉很柴 现在天气凉了 好多羊肉火锅啊 羊骨火锅 但牛骨火锅确实很少见 好肥啊 我喜欢这个牛排 肉很多 嗯 吃苦 来啊 先泡点点 我爱啃骨头 我觉得挺好吃的 肉粮又多 好吃吗 我真上次 没事一会给你炒了饼 哈哈哈哈 他不去炒饼 他不炒饼 炒饼 炒面 味道怎么样 咱们 味道比湖北当地的 没有湖北当地那么浓重 肉挺多的 很过瘾 夹到一块带筋的带肥的 太过瘾了 这肉基本跟牛排上面的肉就差不多了 他们用的是牛脖子的肉 牛脖子的牛骨 一锅还挺多的 底下 店有萝卜 萝卜很甜 吸收了汤底的味道 吸收了牛的味道 加了一些烤串 烤鸽子 这一看就是东北风格的烧烤 广式的乳鸽 带皮的 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 所以我都很好奇 东北的鸽子皮上哪儿 这么好吃的皮上哪儿 哈哈哈哈 鸽子烤得不错 里边也有味儿 比较嫩 烤得很入味儿 它味道挺好的 肉很香 这家的鸽子我真的觉得比那些专门主打烧鸽子的店好吃 椒麻鸡 梅菜大刀肉 哇 好多都想点 非常卷大葱 烤板筋 还有牛心管 牛心管 撒了芝麻刷一点甜酱 就很东北 烤串的感觉 板筋韧香韧香的 适合喝酒 适合喝饮料 喝啤酒 对 烤牛胸烤 哇 所以大家来这儿 吃饭或者宵夜 多约几个小伙伴来 有什么都想点 对啊 满满的脂肪香 奶香味 对啊 奶香味 脂肪的香性 还有甜味 有时候这种路边的小店 或者这种隐藏在小区里面的小店 我感觉 比那些连锁大店好吃多了 点了供后鸡很漂亮 我问服务员供后鸡是什么部位 服务员回去问大厨 说是 牛腩脊 牛腩脊 就是牛脊胃上面侧边一块肉 只要有供后鸡的烧烤我觉得都差不了 起码不上半斤是干不死的 嗯 好吃 它不韧 很弹 蜜至鸡翅 我探烤的香气 很嫩 东北烤川里的油边 就是我们说的横隔膜 隔山肉 蝴蝶腩 它们有意思是还配蘸料 牛肉 牛肉全是肥的 牛肉全是肥的 但是口感是败脆的 它就吃了 它就脆了 蘸的蒜脂 烤的挺好的 第二点 肥肠卷大葱 哦 我在骂脏话了 太好吃了 肥肠里面有薄薄的一层油 很油软这个肥肠 里面的葱也很嫩 不像外面很多这种非常简单的葱 随便给你一塞葱进去 很少有好吃的 非常卷大葱 这个肠是先卤入味道的再烤 东北烧烤很经典的鸡头 我小伙伴喜欢吃 但是我不吃 我不懂得欣赏 烤烧饼 服务员说是成德买的烧饼 有什么特别吗 里面已经刷了酱了 可以加烤串这些东西 你推荐烤鸡皮加烧饼 试试看 并且说四串鸡皮 一个烤饼是最佳绝配 烤饼还挺酥的这个皮 对 哇 鸡皮很脆 晚上吃些太邪恶了 早上吃就好了 早上吃就好了 早上没人给你烤 好 哈哈 这块饼的质感 有点像麦满分的质感 如果晚饭的话就可以吃个牛骨火锅 宵夜就可以来撸串 小龙虾 很希望能活起来 但是你真的有点偏僻 因为对于我 对通舟不熟的人来说 确实好难找